红色轿车行驶在国道上 下一秒却遭后方表速跑车 直接撞了上去 受到强力撞击 只见红车反转整整两圈 撞上坟格岛 还一度90度反车再转一圈 才停了下来 换个角度红车行车记录器 同样拍下惊悚过程 副驾驶做女子大声残叫嚎啕大哭 整辆车不停打转 失控重撞 驾驶也撒坏 恐怖车祸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 三重路队 原来当时张信驾驶开着千万跑车 疑似变换车道 不慎失控追撞前车 所幸被害驾驶和乘客 都只受到情赏没有大碍 而关键原因就在这 家驶行有余计还好有洗安全带才成功保住一命 而根据国道警方统计 一百一十年取缔 未洗安全带就有七万五千零八十五件 其中车祸事故 有二十人死亡是因为没有洗安全带 占总死亡数三成 民众开车上路 简单一个动作才能在危机中找到一线神机 记者装备自由力强采访不到